登登登登 地鐵門就關起來了 掉了台車 這樣子萬多塊 根本沒辦法下來 的原因是因為大爆了 就超級穩定危險 我們這樣只要一滑就會 疊死那種 他就被三台車拒載 不行不行 大概搞了一個小時多 三位在旅行中到底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印象非常兇徹的旅遊經驗 就是我到了意大利旅遊 那時候想說 哇意大利應該是很多帥哥美食 然後呢我就去坐地鐵 結果在羅馬搭地鐵的時候呢 發生性超可怕的事 那個時候呢 到站門一打開 我隨便前面有個背一個包包 就有一個男的呢 直接把我包包講 整個抽走 然後呢 在那千鈞一把吃信呢 登登登登 地鐵門就關起來了 然後我的錢就不見了 我那天應該預估掉了台幣 三萬多塊 我的旅遊錢就沒有了 我只能說那一趟意大利旅遊 我後來就過得非常的可憐 結果結局 我的錢就被偷走 所以大家如果到意大利旅遊 千萬要小心搭地鐵 不可以把包包背在前面 要不然德務常識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鐘哥去馬來西亞 出外景然後順便玩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跟鐘哥去爬一座山 我們那時候就是大家都很開心喔 然後天氣很好 空氣也很新鮮 然後大家很開心的爬上去 之後呢 我們下來就突然大爆雨 然後大爆雨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爬到一半了 根本沒辦法下來 的原因是因為 你那個水啊 這樣子流下來流下來 然後還有石頭 也這樣子跟著流下來 所以超級無敵危險 我們這樣只要一滑就會 跌死那一種 而且我們是在山中央 所以那時候 我們每個工作人員 我們就拆好一個石頭 固定拆好一個石頭 然後在那邊站著 然後穿著雨衣 然後或是拿著傘 等了快兩個小時 雨停了 我們才慢慢下山 這個是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旅遊經驗 我最瞎的一次的旅遊經驗 就是我那時候跟我妹 一起兩個女生去韓國 然後我們不知道韓國的地鐵 只有開到好像11點多 所以我們就想說跟台北一樣 應該是12點多都還有街運吧 所以我們就去喝了一個那個 我還記得那是什麼 巴哥哩酒 然後我們兩個女生 都是那種一瓶啤酒就掛掉的那一種 酒量極差 我們就喝了喝很開心 然後兩個人醉醺醺醺的 我們還走到地鐵站 然後撐到地鐵站 結果就被工作人員攔下來 然後我們語言又不同 他說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已經沒有營業了 然後我們就是再走回路邊 然後呢準備要攔件車 因為我們不會講韓文 然後他們就遇到我們又喝醉酒 他就被三台車拒載 然後我們想說什麼意思 後來呢就真的沒辦法 我妹就問他韓國的朋友說 能不能幫我們叫車 他說那你們在原地不要動 你知道搞了多久才會要飯店嗎 我們離飯店車程大概十分鐘 結果我們在這一趟波折 大概搞了一個小時多 才回到飯店 然後我們兩個酒都醒了 哈哈哈 真是夠荒謬 你也有印象深刻的旅遊經驗嗎 歡迎留言分享哟 我們到處找了一個小時